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 因为梁柱五十条裂缝当中 曾经拿下八项国家的建筑大奖 房子不只是说曝光的地下停车场 震出个大裂缝哦 住户们在厌恶的过程当中一头六个问题 有人卧房的上方包括天欢房军列 新北市我们不知道朱立伦 您在主席会的同时不关心这个事情吗 不应该四千多户的住户给他们住的安心吗 包括还没有入住 马桶通通都堵塞了 地板还有瓷砖呈现空心 抬头一看天花板 满满的臂癌 住户提供一张张的照片 离谱的是日圣生还要求继续拨款 观众朋友 何博文在今天已经按您控告了 只不过呢 日圣生呢 透过了客服中心跟住户怎么说呢 他说 没有关系 你们这一种一瓶十九万五的房子 这一种品质已经很OK了 要求这么多做什么呢 观众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财团 日圣生敢这么抠塞 到目前为止还敢这么强硬 今天我们进一步来透视 马毫底下这些长期所扶植下的财团 为什么态度如此的一个强硬 包括台北文创昨天晚上也发布了新闻稿 富邦也呛瞎 他也来呛瞎 说不然你再买回去 怎么现在动不动就要呛瞎柯师傅买回呢 富邦呛瞎松烟文创 建议市政府建价买回 建价到底什么意思 杨石秋带来他的观察 台北文创说 如果加这个原始的建筑成本 跟后续重新增置的成本 富邦集团总共花了101.1亿元 101.1亿元 等于说 好我们讲白一点就是 100亿元左右新建文创大楼 好奇怪哦 从远雄 从日升升到富邦全面反齐 柯文哲到底为什么 看起来他们都不是单独作战 当财团联合作战 柯P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形势呢 重点是该怎么办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包括国民党也出手 有这个国民党的声称是大佬建议呢 马总统啊 其实应该要安检柯P他家 这个大佬呢 不堪柯文哲不留情面的炮轰 在每周一所召开的党政平台的时间里头 传授马英九四招的秘诀 要马英九总统反手围攻 以后柯文哲既然如此的重视安全 他也可以跟柯文哲一样啊 体检巨弹的相同标准啊 就在柯文哲居住的大楼啊 模拟安检一次 如果不符合标准呢 关心这个柯文哲市长的安危呢 所以呢 大楼立即拆除 今天周一寇带来他的观点 国民党出现这样的大佬 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 人民应该怎么看 而面对国民党包括财团的反击 柯文哲到底要怎么出手 要怎么因应呢 好 有人说日深深的福州合议住宅 啊 朱立伦你也再没意见 可以没有做法吗 如果他是围楼的话 不赶快立即鉴定吗 这是我们看朱立伦 已经在北京会见的习近平 好 我们看到及时的画面 而昨天呢 更经典 他在上海跟台商代表的座谈会当中 英国董事全球金融公司的董事长 董淑珍 我们看这个董娘说什么 他说现在要考虑国共合作 如果考虑台湾其他人的声音 那考虑其他2300万人的声音 会走不出去啦 中国已经有35对两岸联姻 加上家人有100多万人 回去台湾到平 国民党敢不贏呢 好 朱立伦你对于这样的台商 这样董娘的意见 可以没有意见吗 董淑珍担任过什么 政协的海外代表 你看今天周一扣的脸书已经特别提到 还担任过统战部理事哦 像他这样的台商到底有多少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还身为马英九世界后援会的副总会长 这一些人如果一旦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捐款回到台湾 我们应该怎么看 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呢这是蔡玉珍 她的脸书说红了 这个女人一起爆红了 成为国共论坛最大的亮点 把朱立伦给比下去了 为什么蔡玉珍会认为 这个女人不必回来台湾 因为有她国民党输定了 蔡玉珍带来她的观点 但是对于台湾的百姓来讲 台湾命运交给这些台商 你觉得可以吗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的合体 国民党你要不要立即清党 到底国民党员当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呢 朱立伦从国共论坛到现在朱席会 他到底想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来一一为您解读 首先为您介绍资深媒体员周一寇 大家好 动物大学中文系部教的徐永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员徐青黄 小军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好 同样重量级立法委员 欢迎您国政大哥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员蔡玉珍 大家好 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委 也是台北市政府的 廉政委员杨时秋 小军 大家平安喜乐 台湾智库副寺长赖一中老师 忙着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先从这样的房子 南到朱立伦 你的公务局 包括你身为新北市长 你不能够建计履职 让世间多顾人人 有住的安全吗 的话 我们住进去怎么办 真生命安全 我们三年来的梦 就这样没有就这样睡了吗 有人要结婚 有人要生小孩 我们的房子在哪里 安全的房子在哪 不就合一在住户 呐喊四百名 跟他一样的受灾户 站出来抗议 我自我房的屋顶已经裂了 我跟他们讲 他们说没有 只是油漆表面而已 但是我做工程的朋友 陪我去燕屋的 跟我说那其实都板层已经裂了 我进去的时候 我马桶是完全堵住了 上面飘着粪便跟卫生纸 他现场的连监工的人员 都不愿意陪我走进去 因为里面凑到不行 还没入住 厕所马桶就堵着地板磁砖空心 抬头一看 天花板满满必癌 住户提供照片 一张张指控 离谱的事 日盛生还要求继续拨款 然后还告诉我们没有关系 你们这19万5的房子 这种体质OK了啦 你们要求那么多做什么 医员带着住户控告市长朱立伦 因为住户发现 公正的第三方要展开安全评估 统统还没有进行 日盛生已经偷偷在进行修补 日盛生的福州合一宅 日盛幸福站 两张钻石奖状拿到手 国家建筑金奖 最佳合一住宅规划奖等 统统颁给他 发个奖项 国家认证最高荣誉 如今却是粗暴不断 政府背书成为板指标 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推给营建署负责 马多农曾经夸口 让大家燃起一丝丝 幸福的渴望 如今只剩画面 好 来 观众朋友 我想请教是蔡立真 这个日盛生的态度 我们把这几个字放大来看 这个是他呛住户说 这种19万5的房子 这种品质已经OK了 要求这么多要做什么呢 那我想请教 为什么 为什么日盛生还敢这么强硬 这个背后真的有一个大靠山吗 来 郁珍怎么看 其实林荣贤的风格 就是说他本来从一个小小的 而且在台北县政府的 这个开发的时代 因为送了一千万走后门 被关出来了之后 没想到得到 他的知音就是 马英九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从永春EA7 从焦酒这样一路走下来 你知道他现在 是在台湾的建筑界里头 大家称他连开大王 那他现在对 整个的这个福州合一宅的 这个态度 他的意思说 你看我盖这么多房子 我有美和4 有信义18 这么多的案件里头 福州合一宅 在我眼里头是利润最低的 我赚那么少 你们才买19万5 你们炒什么炒啊 意思就是说 这么便宜的房子 你们还敢挑三拣四 当时在美和市 交不了屋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郝龙斌要下台钱 他就开了一张空投 然后不用支付的35亿 然后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也是同样在新北市 当时的新北市长是谁 也是朱立伦 然后往上到了内政部 当时的部长李鸿源 就这么一路下来 美和市的整个实用执照过了 过了之后呢 2200户的这个美和市 就完全点交 然后完全入住 也就是说 当点交入住之后 林荣贤觉得说 你看我最难的 这么一个大案子 我都搞定了 福州合一宅 是你政府拜托我盖的 政府里头 他有多少人当靠山啊 你看欧静德 从台北市的副市长 然后一路到高铁之后 现在不是来我公司了 来我公司上班了吗 在我公司当薪酬委员了吗 那你们台北市政府那些 什么连开处长 高嘉农 王明昌 没关系啊 你们这些人离开之后 到我公司来就好啦 有这么多的人 在当他的 在美和市的 日盛生的外围 替他做事 现在呢 他觉得一个福州合一宅 福州合一宅有什么困难 福州合一宅顶多 地震之后有裂痕 我补一补就好啦 你们用哪一条 挡我使用执照 现在他的态度是如此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朱立伦 在美和市的时候 你已经放他一次水了 你现在福州合一宅 你还要再继续放水吗 美和市在整个建造 到使用执照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问题 包括不该给他的 3800多瓶的人工地盘 监察院纠正 你都给了 结果现在呢 整个福州合一宅 对日盛生 林荣贤来说 他是认为是小case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最近呢 他呢 很少在媒体公开露脸 但是呢 他只跟国民党几位 重量级的总统候选人 跟他诉苦 告诉他们说 我哪里违法 当时这些原住户 这些原地主 我也跟他们说 那我们来合见啊 我有公开资料说 我们来合见啊 是他们不要的啊 他还跟这些国民党 准总统候选人 跟他们诉苦哦 跟他们讲说 我理直气壮哦 所以你们拿我奈何 那这些国民党 就是目前有意 我们站在这所谓的 这个民调的 前几名的总统候选人 还说 那你应该公开 跟媒体讲清楚啊 那林荣贤说 律师要我低调 律师呢 要我就是低调 因为出来之后会被打 所以呢 我只要低调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他的态度 来这是他的态度 我想见一下徐老师 你那些图片好不好 我想请教 我见一下徐老师 这些图片当中 请教这个杨石秋大哥 来 现在听起来是 徐老师 这些图片 秀出的同时 林荣贤 日盛盛到现在 丝毫没有道歉 可是你难道 你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朱立伦 你只关心朱席会吗 你应该你的公务局 见局旅局去鉴定一下嘛 李庆明说他是围楼耶 围楼你让这四千多户住得安心 难道不应该吗 没有任何的道歉 可是照片凸显出什么 这照片里头凸显出 爆出大裂缝 漏水没浇屋 马桶先塞住 这个照片 难道朱立伦不用去面对吗 你只关心朱席会吗 来怎么看这个态势 包括现在这财团 今天要不要做头版 这财团都很厚实 背后真的有个大靠山吗 他们现在都不是单独作战 联合作战锁定柯批吗 来杨大哥怎么看 其实你也看 他们都几乎集结起来了 因为在过去的 不管是马好16年的执政 或是过去七年马英九的执政 他们大部分都是受益者 那今天如果柯批用摊开 不是用清算 我想我们今天绝对没有要清算前朝 或是蓝力对抗 就是把他摊在阳光底下 他就发现臭不可吻 我觉得朱立伦今天最让人家不满的就是 事实上像今天这次签到公共安全 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上 一个王建筑师 他是台大的 他就讲事实上 以他台大土木系毕业的背景 这样的裂缝已经牵涉到公共安全 他量已经有问题了 不是所谓的靠你图几个油漆混过去就算 那你今天朱立伦到底求的是什么 你立法委员的选举不管 总统的提名不管 然后在你自己的台北宪明 而且新北市民 而且你事实上你在去年也不会赢2万4千票 而且这是牵涉到人家一辈子的继续 多少人可能他辛辛苦苦的 从他父亲从他母亲 从他家人借来一笔钱 付了这笔款项 如果万一出现任何问题 你身为一个刚刚才当选 仅仅你2万4千票当选的 2万4千票差距当选的新北市长 你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起码在北京见习近平之前 或在上海特别呼吁 我希望在新北市的这些公务单位 赶快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没有 完全听不到他 即使连隔海的喊话他都没有做到 我说的实在的 他几乎不要说了 他新北市长的表现 大概让他总统 这台入场券几乎已经提前被拿走了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看福州合议的 他共同都有个特色 这些案子都有个特色 你如果看我常常讲 出现这么大公安问题 他为什么敢如此嚣张 如此的强势 因为这些企业绑在一起了 绑在一起了 这些政治人物也都绑在一起了 他们全部都在一条船上了 为什么富邦敢嚣张 为什么郝龙斌也知道 理所当然 因为他知道 我现在是跟马英九绑在一起 因为马英九在91年的富邦台北合并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在同一条船上 所以这些财团几乎现在同在一条船上 也大部分目前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也绑在一条船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互相怎么样 要相互取暖 要互相伸援 否则的话出了事情 很可能会造成全面性的危机 我举个例子 其实你看日战神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 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回顾看 台北市最重要一个BOT案 就是当他结合地上权 就是阿扁在1997年的 101这个BOT结合地上权的案子 七家厂 七个厂商来投标 里面日战神根本排不进去 这里面全台湾所有的财团 你能够数得出后面出来的 包括富邦 包括大陆工程 包括中华开发 后来去参加过所有的 可能是组了一个团队 日战神 连团队里面的螺丝钉角色都没有 也就在1997年的时候 他根本排不进去 他那时候刚被交到 他根本就扣运战 脑口底下可以让他快速的壮大 可是这个壮大是建筑在什么 建筑在后来的优惠 你可以看日胜生 他用捷印融奖的方式 他增加了将近30%的融机 到了另外一个BOT案 就93年的金站 台北转印站 他也是在签约之后 他的融机从400变成560 增加了40%的融机 那这40%的融机就是 说了可能大家听不懂 就是21500坪 21500坪 21500坪我记得我定义上也换算过 如果换上贩售面积大概3万坪 以一坪不要算多了 我们就很 以当时的价格至少30万 那就是110的入账 那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在开标前两天 他把融机 第一个 美和市是30%增加 第二个 金站是40%的增加 这个案子增加50% 他从原本300% 你说新北板桥福州的合宜住宅 小军 他从300增加 19万服装 是 这个增加50% 同个时间是A7领口合宜住宅 4463户 从2000多户 给你融机率增加50% 同一组审查委员 叶士文菜人会 也在审查福州合宜住宅 也加50% 所以小军你知道 这就今天大家为什么痛苦的地方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我一见被拆除 发现我在顶楼只不过盖个五瓶 就被拆掉了 我在旁边阳台 加推30公分以上 我就要被拆掉 结果 你们是政府合法的 原本盖10层楼 变15层楼 原本盖10层楼 可以增加14层楼 而且可以合法的贩售 所以我觉得 大家就会觉得 你今天是纳税的季节 大家非常痛苦 我觉得今天 日盛生 这个案子 其实大家最好换算 如果你每瓶19万5 19万5 我们倒推回去 它的实际的面积 事实上营造成本 大概一瓶 大概就80% 那你觉得呢 它这个呛瞎 意思说你19万5 就盖这个水准了 你怎么看这番话呢 大家很清楚 这个土地是政府提供的 当时原因就是要照顾 这些所谓 比较辛苦的年轻人 让你买到一个合一宅 所以后来 为什么日盛生敢嚣张 原因后面排队的很多 当然如果你把土地算进去 它的确19万5 是便宜的 但问题土地 不是你日盛生提供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土地是政府 政府花公堂去买的 那你这19万5 我就直接了当讲 今天地保的 营建费用 都没有19万5 你要赚钱 天经地义 但是如果你的营造成本 我估计应该在13万左右 你赚了钱之后 你赚个两成好不好 16万 可是如果你用19万5 你按照它实际的 所谓的建筑面积的话 它一平 它的单价应该是超过25万 因为它有40% 将近40%是所谓公社 所以你要从19万5 至少还要加了将近四成 垫进去 你才会知道 它原本的一平的营造面积 因为现在的19万5 是你所谓的贩卖面积 所以你一平 可以灌水灌到25万 你竟然问任何一个电视机 钱的做 你去看看内容品质 我相信不会超过13万 绝不可能超过13万 加上你的利润 你的贩卖价格16万 就已经够了 而且你这19万 我说过它是灌水 它是贩售面积 实际上真正的建筑面积 应该一平 事实上它已经灌到25万 对 来 我想请教的是 周姐一路走来 你看到这个态势 其实别忘了美和氏 他是呛下柯市府 阿不就交付仲裁 远雄叔叔说 你是ISIS 你根本绑架我 换了一个政府 这个像一个国家吗 要不然你也买回 连一些富邦 也呛下说 阿不柯文哲 你给我买回 我总共花了101亿元 你给我买回 日生生 一个新北的福州 何以住宅 结果你盖成这样子 19万5 这样已经很好了 就是盖住这种水准 为什么 这些财团的背后是什么 已经不是单独作战 这是完全联合作战 全面反击科批吗 是这样子吗 这才证明 我们需要多一点科批 所以这个也才证明 台湾的选民的使命 跟任务还没有结束 必须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为自己的未来 做出这个正确的抉择 刚才讲到了 不管你是19万5 或是你9万5 我要盖一个房子 你不能给我盖成一个围楼 这个案子它分很多部分 一部分是前面所讲的 弊案的部分 或者是官商勾结的部分 但是我所关心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不管是内政部 或者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你们对这个可能造成 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的 福州和宜宅在验收上面 将来住户要退订 以及他们可能这个 居所无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吗 朱立伦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个记者会 那个记者会是下午6点钟的记者会 在记者会的时间 他不能到福州和宜宅去看一下吗 以朱立伦的出生背景 他爸爸是浙江的老兵 虽然他的这个外婆 他的妈妈的娘家 在当地还算是这个 有地方势力 或是有财力的 他也是一个基层公务员的孩子 那在买房子非常困断的情况之下 福州和宜宅今天发生的这个问题 在周末的时候 打破了多少人的美梦啊 他们摧毁了多少人的未来呀 而且现在交屋的人所面对的就是立刻要交房贷耶 其中有几个人他住进去之后立刻面对的就是马桶漏水 还有其他的种种的问题 我收到了一个 一个这个 LINE上的一个简讯 对不起 他在FB上给我的 他说 他是福州和宜宅的游七公 他在这个 他叫我不要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我只给大家看证明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基层游七公 他说 寇寇姐 有关和宜住宅的问题 我可以小爆料一下 甚至于我可以去证明 只是我的身份可能需要保密 我只是小市民 因为我在A6区做过一阵子 如果说A2 A3区地下室的量柱裂痕 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偷工减料 很多的程序需要走两遍三遍的 但是一次就OK 他说包商从上到下 每个都要赚 领口A7 我也做过一阵子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参差不及的包商 没有强烈要求统一规格 有些漂亮 有些丑 他说我是做油漆的 如果有需要 他会再提供资料 问题就是什么 日盛生根本就是包给了这个新雅 新雅再去包给一大堆的 这个小包商 根本就没有统一规格 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新北市侯友宜 不是一个非常亲民爱民的 了不起的副市长吗 你到哪里去了 还带这个李四川走 我就强烈谴责朱立伦的团队 在周末的时候 你们有出来讲一句话吗 我还以为你了不起 你好 你诸习会 你要劝习近平说 争取中华民国主权 一中各表 也没有啊 今天上午 人家九二共事反台独 你就说九二共事同属一中 唯唯弱弱的说 有不同的意涵 这是让人觉得瞧不起 我们的这些老百姓 他们买福州和一宅 岂只是一生的积蓄 他们未来还要付贷款 要20年呢 很多人20年还要付400万呢 这400万是一个月 他们的小家庭的生活当中的三分之一 在这个情形之下 没有一个像话的这个做主的人出来安慰他们 就几个桌子放在那里要接受 然后这个对 然后那个一个非常冷淡的回忆 银建署的人一张脸 人生生的人一张脸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长期这几年来 这个我们的这个官商之间的关系 就是把人民当成出口 所以这次事件 现在已经有200户的人 他们要抗争了 我建议所有的人都抗争 我请问你 就算是你买的是另外的 还没有还没有正在验收 还没有完全完工的 那个地带你会有安全感吗 就像李庆元他引述这个建筑师的说法 就要全部都打掉重建 你的政府这个案子 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后续冲击 我不认为他比这个实信案子来的小 或是比当时的红元这个案子来的小 它是成千上万人的一个事情 更别讲说 你的合一住宅这个案子 前面的弊案 什么送汇款也就罢了 光是一个品质的监督 一个品质的保证 你都让人民痛失所望 那未来谁还要合一住宅 谁还要社会住宅 谁还要青年住宅 四千户 十个人每户牵涉到 只要十个人就是四万人 对 这些人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好残忍 非常残酷的给人家住这些烂房子 然后这些烂房子还要嫌人家有这个挑剔 你们包括马英九总统 你有没有良心啊 他认为你一瓶十九万五 就是这个水准 你还不满意吗 来 徐老师 扣姐其实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这房子有交屋了 所以在上礼拜的时候 有一些交屋的民众发现 各位看到这不是油漆的问题 它是结构上已经裂开 它是地下室停车场的凉缝 已经裂开了 所以他们已经交屋了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何博文 给台北市一些议员说 新北市议员要他来看 小小你知道这个事情本来要把它盖起来的 为什么 日晨日晨派了一堆警卫 议员来咯 不让警卫进去 这不是已经交屋了吗 议员去看这个住户的房子出什么问题 不是打成一片 何博文是翻墙翻过去 当场有新北市公务局的人在现场 请问这个事情不是新北市公务局发现 是住户发现已经出问题了 当时想要把它盖下来 结果朱市长 朱市长遇到这个事情 没有出来讲任何话 小英这个事情建造是谁发的 虽然是中央的案子 可是建造是新北市发的 使用执照是新北市发的 出了这些问题 新北市公务局要出来处理 不是当天是在那边打成一团 今天何博文要告的人是谁 不是告之甚深 是要告朱立伦独职 我要问的是说 叶士文的案子我们不谈 可是我只是想问 我们的市长 朱立伦市长 出了这些问题 几千户 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去买的 还有个条件 你必须家里有老人 你养 第二个 你要买就家里20岁以下的小朋友 再来你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要没有房子要40岁以上才能买 也就是说他特别是要照顾弱势 小英针对这些弱势19万给你 看你要不要吃 已经交屋了 出了问题 要把它盖起来 还好何博文冲进去 我跟你讲 如果没有冲进去 这个事情 寇姐真的叫尤其公 把它涂一涂 跟你讲说没有问题 我想怀疑当时现场 这什么态度 因为我知道后来 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连红石跟江慧珍也有进去 你说谁 连红石跟江慧珍 为什么去看就可以 那何博文去看 公务局也要把他挡在外面 这个现场来 徐建源帮我们谎言一下 因为那个现场其实很有趣 我觉得最有趣是 那个新北市政府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小百姓真的很可怜 就出了这种事情 遇到这种待遇了 只能够捂着口罩 在那边呐喊 在那边哭喊而已 你知道那个现场其实很 因为A2区 它其实已经有一些住户 是已经交屋了 所以很多住户其实在现场是怎样 他是说那议员媒体就当作我朋友 我把他当朋友带进来参观 不行吗 不行耶 日盛生的人跟官员竟然就挡在那边 不让媒体靠近 然后也不让那些民意代表进去 说有这样子 然后后来是官员特别协调 让一些民意代表进去 可是问题是什么 你明明就已经有交屋了 有些人是住户 我住户要带我的朋友进来不行 我住户要带议员进来 竟然不行耶 这是人身自由的问题 你新北市政府 你要一把行政的话 照理说你应该直接叫警察过来才对 叫警察过来把日盛生的人带走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住户居住自由的问题 那是我人身自由 我爱带什么朋友 那是我的事情 那为什么今天你日盛生的人 你跟新北市政府的人 可以挡在那个地方 不让媒体靠近 也不让议员靠近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第二个是 其实在A2区里面 CDF洞 那列的状况都很严重 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看 也怀疑那一定是偷工减料 为什么 因为本来该绑20根钢筋 结果你只有绑15根 它结构势必定会产生 我们刚刚看到 图片上这种很严重的 这种变形的状况 就裂缝会裂这么多 总共裂了50几处 这么大的裂缝 然后你今天跟我们说 这只是水泥表面的龟裂而已 这用正常的尝试 用你的膝盖都可以想得出来 这绝对不会只是 正常的水泥的龟裂而已 而且新北市政府 到今天为止做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只是派人在那个地方 收所谓的民众的申诉成情而已 这根本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你收到了 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马上找结构技师来 马上找土木技师来 然后呢 这种钢筋到底绑有足够没有足够 很简单 用超音波或是用X光机 都可以测得出来 到底够还是不够 你第一时间就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没有做 你第一时间不但不做这件事情 你第一时间既然是跟日生生能 一起在现场 想要掩盖这件事情 不让大家知道 如果不是何伯温冲进去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 这些摩托住户 主动去把这些照片照下来 甚至上了脸书上面去 真相还要被掩盖多久 所以我们很高度质疑 就是说今天你新北市政 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 然后你朱立如身为一个父母官 发放使用执照你没有责任吗 你的人当初怎么是去看 怎么去验收的 这些你都没有责任吗 你可以撇那么干净说 这都是营建署的事情 然后大大方方的就直接 跑去你的那个朱席会 最后我要讲的是 你知道何仪宅的案子 我们的马总统 把它拿来列为 它的重要很骄傲的施政政绩 所以我们觉得好可怕 就是马总统 几乎拿来当做得意施政政绩的 到最后都会出很可怕的事情 变成民众的一个梦魇 你看猫懒也是这样子 公车专用到底是这样子 他拿了两张钻石奖状 对不对 国家的建筑奖 他拿了八项 所以难怪这个段一康说什么 段一康说 这个是破天荒史无前例 一个殊荣去肯定 何一住宅的品质 结果现在奖项 要不全部都收回来 因为朱市长这个态度 我们觉得非常诡异 跟不寻常的沉默 来 轻往继续来 对 因为我们觉得很奇怪 你看大巨弹也是一样 你也把他当做得意政绩 最后我们发现大巨弹 竟然是一颗很危险的弊弹 然后这何一带也是一样 你放给他那样的奖状 结果到最后我们看到 他的施工品质 长得是这个样子 你把好好的人民 要安身立命的地方 变成一个围楼 变成围楼之后 你新北市政府照理说 我们这样讲好了 新北市政府第一个 你第一时间应该跳出来 直接去验 验他是不是有偷工减料 对不对 第二个 他明明看起来 他已经变成围楼的状况了 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 主导这所谓的 民众的补偿的事情 你至少这么多人 缴了好几期的贷款 然后也设定 银行的贷款在里面的 你总是要退钱给人家吧 那这些补偿措施是什么 甚至这些人的钱 凹在里面的时间 你是不是要算利息给人家 我们法院的判决 都会有所谓的5%的利息呢 为什么这东西 不用算利息 那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你新北市政府 照理说你身为一个 负责任的态度 你应该出面跟营建署 一起去帮人民去争取的 可是今天没有啊 什么叫做搜申诉书 我其实还是很好奇这件事情 有没有搜申诉书这件事情 去帮朱立伦解释说 你看朱立伦有做事啊 他即使去参加朱席会 他还是有做事啊 问题是什么叫搜申诉书 我就搜个几个 大家来抱怨的陈情书 就表示说我有处理这件事情 没有嘛 该负责任处的事情 他还是有做啊 他其实事情发生上个礼拜 其实他去租席会前 他是有时间 他可以到现 朱立伦是可以去解决的 去解决的 就是建局立即量 是鉴定到底是不是回楼啊 我只是解决我觉得 你也要关心啊 那个你是父母官 你是提拔他 什么叫父母官 父母官就是说 这些市民是你的家人 他有吗 是来 我你也来 我不从父母官来看 三个前提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 朱立伦现在跟新北市民的官方契约 是市长 你做民间团体国民党的主席 那是你当的事情 你跟新北市市民签的官方契约 纳税人跟你约束的责任义务 你是新北市市长 这个东西 有你法定的职权在里面 你的工作在这边 就好像我现在要请假 我现在如果我工作在市政府上班 我请假先把我的本业弄好 你要去中国干什么 那另外一回事 第二个 刚才讲那个工具 妈妈就拿这做功德 朱立伦也是 叶士文因为福州跟A7合宜住宅 还在2012年领了模范公务人员奖 你们这些人拿了合宜住宅 领奖的领奖 当公鸡公劳的公劳 结果呢 小市民会去抽签买合宜住宅 是什么人 是爸爸妈妈 欠钱欠来 儿子女儿可能刚好结婚 那我们买个房子 全家塞在里面 然后两袋存的钱 去当投期款 然后几个儿子分摊 来缴贷款 是这些人去买这个房子 然后你当模范 公务员的叶士文 拿来说嘴的马云九朱立伦 你们现在人在哪里 一个关在里面 另外两人对这个事情 撞起来都没看到 然后这些人我刚才会讲 为什么收申叔叔是烟雾弹 完工了 我就要叫来 那个郁珍你要来过户哦 你说那这有问题 申叔叔临走了 不会阻止这过户的时辰 一旦你过户 银行贷款进了日盛生 谁拎你啊 谁怕你啊 所以新北市府 现在这处理的态度 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算一般建商都不能接受 何况是政府出土地的合宜住宅 那这是有两段的荒谬 第一段是当时招标 福州合宜住宅 跟A7合宜住宅 那个弊案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而当时福州合宜住宅 我们知道的是 叶士文跟蔡仁慧 包含了他们相关的 有七个评审委员 在同一个 两个评审委员都有 我们很少提到的是 新北市派了副市长 也参与评审 福州合宜 福州合宜住宅 你新北市是有副市长成绩的人 参与评审选了这个建商 所以不要通通一推到五六 那些都是中央的事情 你有参与评审 你选了日生生 林口合宜 我还没跟你算账 林口是属于新北市的 不是桃园的 那个吴智良有点衰 因为巴德合宜住宅 又迁到林口 其实林口合宜住宅的位置 是新北市的 他不再归在那一边 所以你派了副市长去 林选的这个建商 现在盖出来五十几条的梁 有裂缝 你没事 他辞职啦 你看你新北市长还在啊 而且还是连任的市长 他中央态度是什么 来王定宇 营建署要求日盛生 提改善方案 那我觉得你看一下 特写这个标题 这个就是中央的态度吗 提出改善方案 我这边有个中央 他非这样讲不可 我待会拿两个文件给你看 非常不负责任 这个东西其实 我建议新北市的议会 新北市议会不分党派 该提高就提高了 我该把它讲完 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验收的呢 没有多久 2015年4月15号 谁负责验收 不是不是不是 不到 就是半个月前而已 营建署都市更新组 科长柯茂龙 我都想口号给他 你怎么验收的 那再来哦 验收的人有谁你知道吗 你记不记得合宜住宅 因为政府出土地嘛 所以政府有占share 有占比例的 是 新北市政府 你是一定的财产的拥有者 验收的时候 你有派人到的 在A2这一区 验收了 652户 652户 就他们说怎样呢 97% 验收完成 你说 那个屋况很不问题啊 粪水不通啊 什么东西 你知道他怎么解释 这当官的怎么说呢 说叫做认知瑕疵 就是我认为没有 你认为有瑕疵 就认知瑕疵 就让他通过了 那通过了之后 这600多屋就通知要来交屋 现在是列到 那里面 承包商信我讲出来好了 刚才那油漆我都不讲了 承包商信李 你知道吗 他们在钢筋盖的过程当中 一罐浆 板膜就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 还没有固实 就继续往上压 有时候两层就有一层失败 失败在上空 造成现在里面 红共 也有用塑胶绳掉的 门关不起来 门关不起来 不是时空品质不佳 门关不起来 你去做营造的 那个走位了 住这里面的性命怎样 这不是性命吗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 你事后验收 验收成这样子 我拿一个我们国家的标准 你知道 日圣生盖的这个福州合一住宅 是新屋吗 新屋盖成什么你知道吗 盖成像921大地震的半岛屋 这个是我们国家921地震 认定全岛半岛的国家标准 半岛 住屋半岛是什么呢 其中有个标准是 衡量因灾 因灾损 这个军列毁损 非经修建 不能居住 这个是921 那大地人放了 全岛半岛 半岛的认定标准是 衡量军列 非经修复 不能居住 叫半岛 可以去领钱 可以去领补助款 而且半岛屋国家还要补助你 你日生生盖的新房子 还没有交屋 人家还没有住进去 你就把它弄得像半岛屋的品质 然后叫这些600多户人 过户过户 缴贷款缴贷款 有事情我们慢慢修 修的时候 住那个年酌季 住进去 717 就要算了 日生生是不是一个 有天良的建商 我们可以慢慢讨论 我要问的是 新北市政府 你在这里面 怎么验收 怎么把官 你这些官员 怎么发出那一张 使用执照 众所瞩目 朱席会就从这一卧开始 朱立伦打上蓝领带黑西装 向习近平介绍随行团员 礼貌性拜会后 坐下来谈 朱立伦主动提到了 九二共识 我们更希望 两岸的交友 我们更希望 在紐澳共识的领域上 未来 台湾有更多的 国际发展的空间 在国际出之后 国际上 有更多的机会 两岸好 两核才能 两核好 两岸只有可以 当前两核关系 主心的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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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核关系 一核一核 一核一核 下来再来 十核一核 手 二核一核 面前 右关 黄明 右关 两核一核 我告诉你 如果再走 好遇到 台湾 海系 这一些人的声音 我告诉你 我们走不出来 她在上海 台商代表 做台一行争议谈话 除了讲话 立场的强力 面对争议 她也不回避 全文直接放上脸书 还放了和朱立伦的合照 这名爆红的台商 到底是谁 注入董福珍 立刻 失机洋洋洒洒 一长串 现年六十岁的她 十四岁 在台湾帮佣 33岁才练大学 38岁也在英国 现在是两家 跨国公司的董事长 她还以自己的名字 成立基金会 在台湾也在师范大学 成立东亚系基金会 在台中 连续好几年 赞助原住民 学童贾学金 没有想到 却因为一行轻中谈话 为自己有争议 我想请就是 国政大哥 我播这个VCR 你跟我们分析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势 因为日圣生态度很强硬 在美和事当中 那就交付仲裁啊 远雄也很强硬 富邦也很强硬哦 日圣生在这个案子里头 连四千多户这个房子 几乎都认为 可能是个围楼了 新北市公务局 还拦阻市议员进去 日圣生透过这种 所谓的平台里头 还去呛吓说 一百十九万五 就是这个水准啊 你还不满意吗 为什么 来看这个VCR 我会亲自出面 柯文哲决定亲自出马 参与松山文创园区BOT案 重启谈判 因为富邦呛名 谈不拢就要是否 花六十亿元 把松烟买回去 因为谈判你出价人家 马上全部接收嘛 那可能我 不要说了 本来就是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 不急不急不急 四度谈判都破局 富邦拒绝调高权力军 就连文化局下了最后通牒 五月一号前台歌大 至少要空出一个楼层一千五百坪 留空间让给文创公司进驻 但期限已过 业者甩都不甩 照样开门营业 他是建议先把合约全部上网 然后社会自由共断 来我请教国中大哥 这些财团背后真的有扣费吗 真的有庞大的靠山吗 你的观察是什么 不想有没有靠山 说真的 我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必须回应几个问题 十九万五千块 算便宜吗 大家如果离开台北市 你到台中台南高雄 因为我们哪里南部 十九万块 可以买块什么 包括土地都买 这十九万块 我说一下 让台中台北市人听的是什么 他好像没出口 没出口 因为土地 土地是谁的 是政府的 根本不是日盛生 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十九万五千块 盖一瓶 建品十九万五千块的成本里面 可以盖很豪华 在我们高雄二十万块的房子 可以买在美术馆区 一平差不多十万块都去好的房子 是啊 十万块都去好的房子 定义说我们在台南高雄二十万算是中上阶层 那是有三款的 包括土地 包括土地 所以新年清楚 要给中南部的老百姓 你看小新节目 很多是我们中南部的老百姓 这是什么 不包含土地的 可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里面可可姐刚点到一个问题我很同意 这分两个阶段来谈 第一个阶段就是 何宜住宅 有没有涉及当时的官商勾结必要 这个东西 检调单位要去查 第二个 大家比较担忧的 就2014年才交屋的东西里面 怎么发生这么多的 所谓的结构上的问题 包括马桶漏水 天花板柱漏水 那这些东西里面 是不是应该马上见及旅局 我们都呼吁说 新北市政府要在第一时间点站出来 你怎么会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新北市让媒体秀出来说 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去当 新北市的市议员 还有的议员可以过去 有的议员不能过去 还大小幕 那这些东西里面让人家觉得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说 家里那个时候朱市长在 朱市长你马上要到整个大陆去见 习近平总书记 难道你身边的政治幕僚里面 没有那个政治Sense吗 人民会觉得说 这不是问题吗 4000多户 4000多户 如果一户四个人 将近2万个人 是 这个对你来讲是你的子民 所以刚刚定宇兄提到一个问题 你跟人民有契约是这个东西 是新北市市长 你当一个人民团体的主席 是国民党的主席 这个是你的本业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呼吁 比如说我们也呼吁说 朱市长要站出来 或是所谓的新北市 你怎么敢不管这些人的死活 小军 我比较慢慢的 其实当天我一直在期待 过去新北市政府 只要发生危机 第一时间点站出来的是谁 就是侯友谊 但我当天没有看到侯友谊 不想是他对工程不了解 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 第三个就是说 到今天第三天了 除了搜申诉书以外 你给老百姓一个感觉是什么东西 你看今天开记者会 站出来讲的 几乎戴着口罩的 连口罩都戴 为什么他也会怕 面对一个财团 第二个东西 都是年轻的 都是什么东西 都是大概三十几岁 四十岁左右 都是什么 要缴贷款缴二十年的 这些人里面 有明兄刚刚提到的 很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 叫弱势 他不道歉 凭什么去嗆瞎住户 凭什么去修入住户说 一瓶十九万五 就是这种水准 他凭什么去修入住户呢 十九万五对我们中南部来讲 很贵了 对 十九万五对中南部的水平来讲 真的是很贵 为什么要这么敢呢 为什么敢如此嚣张 我们必须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人我想说 不管是蓝绿 每一个人都会给 这些租户加持 我们都要给他们力量 我也有用名利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里面现在 何博文今天也就告了 这里面在核发建造 跟始造的时候 有没有所谓的观山勾结 我认为这个也要查 如果发现的结果 里面用超音波 光扫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秦王兄 如果陈鲁定义兄讲的 有那种 头空解架 头空解架 马上就进入怎么样 马上就要法办就法办 马上该立案就要立案 所以我也呼吁 板桥地检署 这个案子里面 如果是这么大的案子 涉及到将近四千多户 该立案侦办 赶快立案侦办 我想请教杨大哥 这是富邦 因为你现在看这些财团 好像每一个都是有备而来 等一下玉珍还手中包括 他认为蔡明忠台大法律系毕业 大家不要小看他 杨石舅大哥今天早上在跟我聊天 说最大只老虎就是一 为什么你认为富邦是最大只老虎 可是从日宣升一直到富邦 你看富邦这两天 四八小时在滚动的过程当中 他的气势也很旺 同样也觉得说 不然你就买回去 结果呢 还坐上那个 这个是今天联合报 坐上头版 不只是礼拜六 不是租席会 不是做租席会 今天联合报 叫做权力经争议超出法律 赋予双方的责任义务 富邦也摊牌 台北市文创要磕也买回 今天连拜六 礼拜五在协商破裂的过程当中 谈判破裂富邦日罚五万 抢磕师傅买回松烟 来你怎么样看这个态势 看起来是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大反击 到底为什么 那问题是磕要怎么出手 你怎么看这个态势 这个案子 我过去是单兵作战 因为我从100年一直搞到 我离开议会的前一天 我在开记者会 为了这个案子 我去过四个地方 分别是调查局 第二个地方是地检署 第三个地方是监察院 最后是在去年的1月27号 我去了2月17号 我去了廉政署 分别去 所以后来李永平才会 你的公文 李崇华今天全面上网了 等一下公文的部分 你要帮我们做检署 已经上网了 但是问题 他是真正的老虎 这也是为什么 过去基本上没人敢碰 而他老虎养成是谁养的 坦白讲我不得不说 是我们台北市政府 当时把台北银行 用合并的方式的交给了 富邦金控之后 他才后来有能力 今天我们争议台湾大哥大 那不是他创立的 是孙道纯 他有了台北银行之后 才从孙道纯那边 买下了台哥大的经营权 今天他能够控制一部分的媒体 他凯博那几百亿的交易案 没有台北银行的资源 对不起靠边站 他今天富邦金控里面的保险业 能够占有这么高的市占率 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用一块钱买下了ING 但是问题 他敢用一块钱买ING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台北银行这个靠山 你回顾一下在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又来1997年 1998年的本土金融风暴的时候 富邦是踩到很多地雷的 是 你可以记不记得当时倒掉的 侯锡峰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富邦贷款 他后来最后不得不去找了 现在里面扮演关键角色的龚天行 把花旗银行拉进来 他才会来在所谓的订购的过程当中 这个Goldman Sachs给了他比较高的分数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这所谓高盛这家银行 基本上是可以被操控的 当时马英九一再强调 我们这一次的合并案 是由高盛来决定的 但事实上后来高盛 也被美国类似金管会罚款的原因 就是他们可以帮特定的公司做假 其中后来希腊的 能够这个国家几乎要崩盘 就是因为高盛银行帮他们做 OCD里面在那边搞鬼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强调 今天富邦这个 你千万不要在他划定的战场上打仗 因为他已经把谈判桌 把谈判场所设定好的时候 如果你在指定的战场上打仗的话 台北市政府赢不了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就让他现在讲说 你收购过101 第一个在法律上 我们这里有三个当过议员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 你最快明年六月编议算 现在大概来不及了 主技术先编 编完之后你编101亿 然后在8月到9月送到台北市议会 审核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议会不会同意 到最后你就输了 议会不同意 因为你的101亿是很离谱的 我们自己看他当年在96年和97年 尤其97年9月25号 确定拿到这个标案 在98年一页圈一 他当时很清楚讲 他这个案子的营造成本 他给市政府讲的 是50多亿不到60亿 等到我102年 我去调查局 到地检署告他之后 他给了我一个公文 说我的投资金额是86亿 就变成86亿了 变成86亿 在今年的2月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他针对我杨石秋写了一天文 他发了一些新闻稿 他说杨石秋先生所质疑的 我们事实上是花了一百零 一百三十八亿七千七百万 他还写七千七百万 所以到底是 到底多少钱 50几亿 还是后来102年的86亿 还是后来138.77亿 如果按照原始的建筑成本 跟后续的增加成本 富邦集团总共赤词101.1亿 所以你说台北市政府 你用这个钱 帮我买回 所以你这100亿 假设他买回来的话 按照他当年报给台北市政府的50几亿 他现赚50亿 台北市会不会同意嘛 就结束了 我认为现在台北市政府 应该回头去查 目前富邦金控的合并案 各位要了解 我们还是台北市富邦金控里面 最大的代仪股东 我们占了13% 你们还有独董市 柯文哲败的 两个独董走路了 你也说柯文哲现在有什么筹门 柯文哲现在有派独董进去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富邦初级的柯文哲怎么出手 战场绝对不能够在富邦金控指定的买回 这个买回一定是矿日持久 而且议会不会同意 人民也不会同意 不会同意 到最后呢 他说不是我 我要该卖给你们不要 应该回到台北银行 你跟说富邦嗆瞎 你根本不可能给我买回 对 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你从话 要靠边 由柯P直接出来 就是说 这个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 我先查你在民国91年的合并案 这合并案的过程当中 你在建价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你富邦金控的建价是按照当时的实价 为什么我们台北银行的建价 却按照比较旧的价格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未来你当时合并的这些所谓的ING也好 或者是台湾大哥大也好 或者在这些收购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涉嫌到内线交易 就像我在的时候执行提过 你当年足气的 各位大家都忘掉了 足气的并购案里面 他的财务长蒋国良涉嫌内线交易 后来跑到美国去 后来接受周刊访问的时候 他也讲他能够出去 事实上 在富邦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足气的并购案里面 富邦都涉及到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是7年以上的徒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 要重新回到他原始 今天能够起家的台北富邦合并案 在查那个过程当中 见价是不是有问题 在顺势用你目前的三席董事 两席独立董事 好好的用你13%的股权 这13%的股权查 包括你的并购案 或者是你当时 不管跟足气的合并 或是收购台湾大哥大 这些案子当中 有没有所谓的利益输送 我相信查这个 才是打他的根本 或者回到他指定的战场 或谈判桌上 你根本台北市政府 没有任何扳平的计划 可是我想请教逸政的是 因为我如果按照他昨天 所发布的新闻稿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台北文创 已经含文给市政府 希望终止合约 并且建议市府 建价买回文创大楼 他要他建价买回 猜明中出这一招 感觉其实也是有备而来 你怎么看 他到底为什么抛出这个球呢 其实我认为 蔡明中会出手 是认为说他很有胜算 他在商场上的每一场战争 几乎没有打输过 所以刚刚石球委员 所提到的这个手法 比如说把战场 拉高到了当时的 台北复发银行的合并案 我相信他也会说 你们查吧 你知道电视台多少 像友台连续三个礼拜 轰他的这个案子 包括当时凯博这些事情 他不怕 他就是去个喊 去个喊说明 所以蔡明中的 他最厉害的是说 他背后的整个法律的 一个族群很雄厚 当涉及到法律问题 就像在竹器的这个 扎打跟竹商影的 合并案的时候 他自己最信任的策略长 蒋国良 整个就是涉及内线交易 可是蔡明中本身是keyman 但是切割 他的切割就是 好 蒋国良你不要回来 其实蒋国良很想回来 当污点证人 但是我必须告诉 蔡明中的是说 如果蒋国良回来的话 你可能会坐立难安 会晚上睡不着 因为这结合下来之后 不止只有竹商影的 这个并购案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蔡明中他的厉害 他的这个 什么叫吴三桂 吴三桂就说 其实他 刚刚石修委员所提的 每一个并购案 每一个战略里面 他最厉害的就是 引进他所谓的 可以为我用的贵手 这叫吴三桂 就是呢 开大门 让对方呢 所有的这个兵马 全部东东都进来 而且呢 对 而且包括就说 我只要给你重金礼遇 就很像丁宇康 丁宇康当年在台北银行的时候 他是总经理 好 那结果呢 当时的董事长廖正景 非常非常地反对这个案子 然后包括呢 很多的议员都说 这是不可以的 明明像中山北路 这个台北银行 总部的大楼 当时他的整个面积 不输给国华人寿大楼 可是呢 人家国华人寿大楼 同样的这个接近的位置 人家是53亿 结果你并购的时候 你核算多少 2亿 2亿 人家53亿 你2亿 他不需要经过议会 当时他用前面的吗 他不需要经过议会 并购一个 他只估下来只有2亿 对 那结果包括整个 当时所有的资产的包裹 是83亿 对 那很多议员 我想包括十九议员 你们都知道说 你们当时如果乘以10 甚至乘以20 对 也就是说在83亿里头 加一个零 不止830 可能是1000多亿的资产 就这样子被用原始的买进价格 股钱就被稀释掉了 就全部通通都送给了富邦 我帮余生补充一下 他用的理由非常的烂 他用什么理由 台北市政府说 因为盾售物价指数 他们在合并的当年 相较于当初购入的那一年 因为盾售物价指数上涨 没有超过20% 所以呢 这些所有的土地跟房屋的价格 都不需要重新办理建价 对 什么叫做盾售物价指数 盾售物价指数 指的是大宗物资 什么玉米大豆花生这种物资 他可以拿来跟房价 跟土地价格相提并论吗 你怎么可以说 因为盾售物价指数 没有上涨超过20% 所以我这些土地资产 都不需要办重新建价 这是很离谱的一个并购案 没有错 其实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有的荒谬的理由 他们都做得出来 当时丁宇康还跑到议会 然后去说服很多的议员 而且呢 其实有很多议员提出来说 这样子非常不划算 我们应该解约 可是呢 这个当时的财政局长就是 李树德 还有秘书长陈玉璋 他们说不行 这样子的话议会 这个台北市政府要赔10亿 所以呢 为了赔10亿 你的好朋友李树德 你看你最关心又是扮演 可是呢 当要求解约李树德 不是 那不行 那不行 一个53亿的大楼 2亿卖出 对 赔10亿不要吗 我例如说 刚才清華在讲说 台北市政府 我要讲喔 那叫马英九的台北市政府喔 日盛生 富邦 是谁养大的 其实我们今天早日还有讨论过 我觉得还好啦 找机会跟 蔡明忠董事长喔 再沟通一下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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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觉得很多东西 回归到 合约来解决 所以我就回到合约面解决 到蔡明忠董事长 他们本来就 企业获利率很高耶 所以他对这个他来讲 他不是那么在意 他只是说 怎么做我对大家都有好处 所以这个 我倒觉得 对松菸谈判还好看 你今天就是 那维护公司讲得很明白 他说 请你们是不是不见价 他就自己的方式被释 你是不是不见价好 这个 其实这个 我们今天也讨论过 你知道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谈判会 弄得很僵你知道 因为常常 底下在做事的人 一定要表示说 常常为了像 老板表示说 付他们 是 那个钱是 之乐 就常常在谈判上 反正都非常强烈 反正直接跟那些老板 谈都没那么严重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底下谈差不多 我们 最后的当事人 就专方的老板 谈一谈 应该事先可以解决 按照 现在的一个建价的标准 如果他已经 有这么好的一个效益 37亿到73亿 我们也非常乐意见到市政府 真的是 就买回 我是说贾文创 结果我们今天 竟然要花100亿去把它买回来 当时这个契约是怎么签的 马总统 你现在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当时你是怎么把富邦这样养大 小英我只是这样讲 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样很民粹 那如果当时是几十亿买的 台北市政府 可不可以把台北银行买回来 你那个吴三贵 这个案子 你快速告诉我们 他的领域里头 为什么你就要动用了各个吴三贵 然后去所有的人脉 当要合并台北银行的时候 我动用丁宇康 然后有阻力的时候 比如说 要让李素德跟陈玉璋这些人 要好好沟通的时候 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在当时的郑管会的主委卸任之后 到了富邦去 富邦证券去当总经理的 像林忠勇 这样子一个背后的高手 然后让他可以直接通到我市府 马英九团队里头的高层 OK 所以到了好市府时代 你知道松烟文创正式签约 因为发包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松烟文创的构想 是在2005年马市府 可是呢 正式签约的2008年的时候 已经好市府了 好市府从李永平 当文化局长 催生这个案子 可是呢 李永平是媒体出身的 好 那结果呢 他为了要让 跟台北市政府好市府做好沟通 我把张文思 我把赵少康 拉来富邦金控 当独立董事 就变成了我自己人了 诶 这个赵少康 真的是叫肥缺独董啊 好 那结果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哎呦 原来他默默的做了那么多年的独董 连冬换啊 那个豪宅都能买了哦 好 这两个要听台北市政府 不是要帮市民去做监督吗 他基本上 张文思跟赵少康 怎么会被叫富邦抓进去 当独立董事呢 其实玉珍讲的很好的是说 其实我觉得今天 因为富邦文创这件事情破局 才让我们大家可以回过头来 检验富邦金跟北京合并嘛 那最关键人物是谁 廖正景 你要选立法委员 还有一个人叫朱立伦 这两个人对当时这个河边都有意见 廖正景是意见最多的 朱立伦也有意见 那提到的就是说 现在的独董已经不是这两个人了 其中有一个人是张景森 另外还有三个董事 那张景森 你可不能够这个 变成什么样的一个 张景森是碰着现在派他进入 不帮台北银行的董事 他必须要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些财团 是财狼虎报 对 柯姐的意思 财狼虎报的态度 就要强硬面对他了 那你这个富邦 他在手上有多少可以掐住他的筹码 是 当他们越这个强硬的时候 就不要代表他就越心虚 你是说富邦 当然也有筹码 但是央实秋大哥的意思是说 柯文哲你手中 你应该不要进入他的游戏规则 三席斗训 他有三席斗训 他有三席斗训 盯住你当时你的富邦病 你的台北银行的部分 对不对 杨大哥补充 其实我补充一点 我在过去八年马银九任内 我一直对他是很信任的 这个案子为什么离谱 为什么我会感到第一次 我对马银九产生怀疑 因为他这个案子 我曾经跟马银九谈过 我跟他谈任何弊案 都是我们两个单独谈 就那一次很意外的 有一个富邦金控的主导者在里面 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回去看当时流程是非常快速的 一天之内跑完全部的流程 而且他还在之前 透过事故的方式 让台北银行在市政府的股份 低于五十八岁 就不需要经过议会的同意 民国九十六年 马银九离开之后 你认为科匹重新去调查这个案子 可以查出富邦的脖子 绝对可以查出富邦脖子 刚才我们郁珍讲的很重要 其实富邦最厉害的就是 透过这些把你本来是跟我 做裁判的人 请到我这里面来 包括龚天行 如果没有当时花旗银行的入股 他后来在评件里面根本不可能 他当时在后段班的 就他把龚天行 当时的花旗银行的主管 拉进了 变成他富邦金控的总经理 另外一个 做裁判的Golman Sachs 当时负责规划 就是决定中信出局 而让他进来的 这个当时高盛在台湾的总裁 后来也进入他富邦 当他关系企业董事长 也就是他把所有过去 本来是做我裁判的人 可能是不是牵扯到契约 你把我弄好之后 你将来的进来 Golman Sachs 当时做这个规划的过程的 整个的总规划 最后也进他关系企业 当董事长 我觉得富邦 和台北银行的合并 是他今天成为今天真正大老虎 关键因素就是 把我们台北市 所有人民的这个市库 到现在我们的市库 还是由他在负责 我记得96年 我反对的时候 马英九很少单独 为一件事情打电话给我 当时的陈玉璋 希望跟我见面来解释 我说不需要解释 马英九 我到现在就很清楚 在96年大概2月 他打电话给我说 石秋兄 其实这个案子绝对没有问题 你千万不要再质疑了 所以 但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是 我在过去8年 跟马英九共事当中 我认为台北富邦的合并案里面 真的马英九要负信 真的马英九要负信 我讲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事情其实从福州和宜住宅 到富邦文创 到北营富邦 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 公权力 我们花钱养的政府 面对事情的时候 站在谁那一边 你知道富邦的手法 不是什么新的手法 我们两边在谈判 我把你的将军买怪 变我这边的人 我得到的利益 比我付出你个人的钱更多 你个人荣华富贵 但整个都市变我的 有一个 李信元讲过这个事情 当时富邦要并北营的时候 遇到一个质疑 是费洪泰 那时候台北市议会副议长质疑 质疑的时候 负责谈判的代表是代表台北市的丁允康 面对富邦银行 应该是站在去 市区市区港国 对 就丁允康跑到费洪泰的办公室 说政治现金2000万给你 这事情实际有听过 你有听过 我也有听过 费洪泰 费洪泰当时没收 我要帮他讲这句话 我不见得欣赏这个人 但当时没有收 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 指引富邦北营的诟病过程的时候 竟然是政府这边的丁允康 负邦跑来跟他讲 富邦要管你2000万 你要收不 那马英九打电话给杨石秋 不是一样意思吗 不要质疑了 这都一样的意思 那是民众96年 都在帮助财团可以顺利一点 把国家跟人家买到那边去 福州合宜住宅 出了那么大的皮痘 有几万人受害 新北市政府在哪里 新北市的朱立伦你在哪里 你在中国 今天富邦文创至少 柯文哲在台北 在处理这个事情 只有因为他处理这个事情 是站在台北市民的利益 守法好不好 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不认为柯文哲有多厉 他有本事把国家公权 都拿在手上 还可以查富邦北营 还可以弄富邦文创 他没那么厉害 他只是把他透明出来 之后富邦文创跟你就事论事 可是在富邦跟北营 这个事情里面有几个角色 盖军影他是一个角色 他当年在北营的薪水 是四百万年薪 对 把北营建价让给富邦之后 隔一年就跑到富邦当董事 一年年薪多少 两千万新台币 还当总经理 后来还有别的东西给他 单纯薪水两千万给他 Bones还没有算 两千万四百万 当管理者的台北市长马英九 你们家都没有旋转门这个东西 没有 都没有利益回避这个东西 所以反击富邦的部分 他认为重新调查 整合并案 是应该是很有利 重新建架的过程 重新建架 我最后点一点就是 富邦完全的困境 包括了廖振景董事长 他最了解 他当时是董事长 朱立伦都曾经公开 他有讲过 这个案子是不合理的 朱立伦写一封信给马英九 我们就讲过两千块回国了 我们纳税人花税金养的政府 不是只有市政府 还有地检署 板桥地检署在今天应该做的事 立即进到A2区 保持现状 请中立的公正单位来鉴定之后 该拆掉重建 移送法班 合约无效 就应该这样做 你要保护那六百多户的人的财产 你让那些老百姓缴了头期款 抽到了签 还要去路过营建署 还要写成情书给新北市政府 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司法单位就应该进来 同样道理 富邦北营当时怎么鉴定那个价格的 怎么交易过程的 里面有三个关键 廖振景一个 第一你看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李述德 有在查了 还有一个陈运上 李述德最后一次主持会议 是几年几月几号 我这边提醒李述德 你要当余文 你就当彻底一点 你在最后一次会议里面 有没有讲过四个字 政治解决 这四个字不要给我否认 政治解决 这四个字 我现在手头的资料 我还不好意思 没办法秀出来 我这四个字我先点 在最后一次会议挑灯夜战 赶快要把这一门亲事 北营跟富邦 赶快兜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单位说这个计价有问题 台北市 都弄一大堆问题 主持会议的李述德 你有没有讲出政治解决 意思是说 麦叉上面定调了 就这样决定 而政治解决这四个字 有出现在若干的公文 跟北检 跟特征组在调查陈水平案的时候 不小心有多到这一块东西 叫做二次金改案 不小心跟本案无关 有浮出这个东西 我讲到这里就表示 我们有所本了 那政治解决 跟李述德我们之前 讲那个大巨蛋录音开会的时候 好了好了 市长跟远雄赵董都见过面了 就这样就这样子好了 那个营运权利金就不要不要了 对 都是类似的东西 所以这些案子有的 我讲真的 不能靠我们的 检察官一定有良心的吧 是来 徐先生 你这个态势你怎么看来 我我今天要想 封华现在 尼崇华文化局长 你们认为柯P要自己去谈 尼崇华应该要退后了 今天所有的合约 通通都上网 对不对 为什么要上网 求助于所有更多的专业人士 共同解读这份 跟富邦文创的合约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去看 他这整个资料里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年96年97年的时候 郝文斌是在告诉大家说 他在为了照顾这些 弱势的文创工作者 所以他要去做 这个文创园区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你们去看看这些资料好了 看了这些资料以后 你再告诉我说 郝文斌真的是为了 这些弱势的文创工作者 所以你要搞一个 文创园区出来 我们看当初原始送进来 富邦送进来的投资计划书 你知道这个投资计划书 我们知道文创工作 有好多种嘛 对不对 上百种文创工作的类型 那你知道这投资计划书 原来很有趣 92560平方米的 一个他的楼地板面积 里面数位内容 再加上所谓的什么 再加上所谓的那个 行动应用资源中心 竟然就占了 52863平方米 将近六成57.14% 你的文创 竟然只有数位内容而已吗 竟然将近六成 通通都分配给数位内容 而且讲得 对 讲得清楚 讲白一点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他要拿来规划成为 台湾大哥大的总部 台湾大哥大的办公室嘛 不然这边怎么会写说 行动应用资源中心呢 然后呢 我们其他的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文创工作项目 只占多少你知道吗 只占了4957平方米而已 整个9万多的 平方米的空间里面 它只占了4千多 然后5万2千多 通通分配给这个 数位内容 跟所谓的行动应用中心 你不是摆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给台湾大哥大吗 就是要让富邦 拿来当做电信业的总部吗 所以为什么今天市政府很头痛 今天台湾大哥大 跟他相关企业进来 占了里面的空间 9千1百多平 2万8千平的空间 就有9千1百多平 是他拿来用 但这不是很过分吗 然后我们再看 你知道他这个地方 整个算下来租金只有多少 租金一个月 只有140块而已 一平 为什么我们算给大家看 他的土地租金是2千1百1十二万 然后13亿的权利金分成50年之后 一年是2千6百万 所以除下来 除以他有2万8千平的楼地板面积 所以一平是多少 一平的月租金只有140块而已 但是呢 140块的月租金 他既然要怎样 他既然要租给他多少 租给他2千2百块 你看在原始投资计划书就起了 2千2百块 我们大家不是骂了很久吗 说文创工作者 怎么可能租得起你这个地方 一平一个月要2千2百块的租金 而且你还限定他最低租的坪数量 100坪 也就是说一个月没有22万 你还租不进来 你叫这些文创工作者租得起来 所以你好面怎么会在那个时候 这么大方告诉大家说 你是要照顾所谓的 弱势的文创工作者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一件事情 原来台北市政府在当时就知道 这一个园区不可能租给 弱势的文创工作者嘛 这个价格不是富邦 不是所谓的台北文创 后来金的价格 是在谁时代签的 是在好龙兵的时代签的 在98年1月15号的时候 正式签下来的时候 没有 全数都是在好龙兵人 这个案子通通都是好龙兵人 可是是马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决定把这个大巨蛋分成文化 不是 他躲在大巨蛋的部分 他是在马总统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讲说 这里面其实最吊诡的是什么 你好政府其实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案子 不可能照顾得到弱势的文创工作者 然后你打着说 因为他要照顾弱势文创工作者的名义 你给他的营运权利金 只有千分之五而已 你知道千分之五 在富邦自己做的财务计划试算里面 50年的BOT案 他自己试算下来 他的获利 税后存益 就扣掉税跟成本之后 税后存益是259亿2777万 259亿2777万 然后他自己估出这个金额 你也知道他明明就照顾不了真的 你还给他营运权利金 只有收千分之五 那你这个对富邦这么好 这么大方 那请告诉我 你整个郝隆斌市政府 为什么会对富邦这么好 然后呢 你们为什么敢 怎么又在讨论对台团这么好 为什么 你们在骂脸 我现在告诉我们 对富邦这么好 你现在在质疑说 对富邦这么好 我告诉你 我提供你一个最新的消息 张景森在脸书上 他发表一个文章 他赞成市政府一百多亿去买回 富邦这个文创 而且他还呛下那个 不是说他成本这50亿年 没有他要进过议会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据说 柯市长他在私下痛骂张景森 张景森是你柯文哲 派到富邦金控的独立董事 是哦 这个张景森不顾任何的观瞻 昨天起就有人说 这个 柯市长的这个 最重要的筹码 就是富邦金控的 三席一班董事 跟两席独立董事 所以刚才玉珍讲的 富邦金控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大的 这个富邦集团 为什么这么嚣张 他可以把别人都当成自己人 过去就变成自己人了 今天张景森你开记者会 说清楚讲明白 柯文哲市长 如果你真的私下 对于张景森这个独董 今天在脸书上 发表的这个谈话 是非常不恰当 他还叫你从华加油 还说如果这个案子很烂 就应该买回来 他完全是帮富邦讲话 那今天柯市长 我得到的消息是柯市长 今天是私下痛骂这个张景森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你张景森的独立董事 赶快把他换掉 换一个像样的人进去吧 换个杨修进去 这个问题就是说 每次都有鬼 富邦太厉害了 他们都可以 他是张景森的正常关系 他们也要到富邦去做事吗 张景森是独董吗 富邦也是呢 被牺牲了吗 人到了富邦就变成吴三桂 你是说他已经进入担任 富邦台美英俄的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然后也变成了富邦的人 所以他现在在富邦 富邦讲话 我要特别讲 这个是蔡明忠厉害的地方 蔡明忠他用一个人 就说即使你原先是我的对手 就很像当年这个 他要病台湾大哥大 跟台湾雇王的时候 他要打孙道纯跟李泰成的时候 高院原来处理他 假处分案的法官 他给孙道纯民意董事长 给他办公室还去给他薪水 对 没有错 而且他是把这个 假处分的法官说 你来我办公室 你来我公司当法务长 当时处理他的假处分案 虽然他说 这个时候他未到任 就是富邦在当时要抢夺 台湾大跟台湾雇王的时候 有好多的假处分的案子 可是其中有一件在他手上 那当时他就是用这个假处分 让孙道纯跟李泰成 连出去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好 可是他也没有跟孙道纯 李泰成翻脸 他也弄了一个办公室 好好的理喻他 所以今天你张景森 你虽然是柯文哲派去的 可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组织蔡明忠 好像比柯P还要好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态度 我觉得玉珍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太厉害了 是不是真的 每个市政府 最后真的都有所谓 吴三桂被富邦收买 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 因为今天晚报也说 柯文哲市长说 一副也要开始做准备 要买回 真的吗 我觉得柯市长 在未来应该要公开 跟台北市市民沟通这个事情 因为 不管最后是不是用一百多亿 可是这个政策一个很大变化 我觉得柯市府是要跟市民沟通的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 张景森的说法 跟柯市长的说法不一样 我觉得这要谈 有啦 今天刚刚早上痛骂他啦 独家乡的做法跟决定 最后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 刚才清皇拿那个单子 都还是只是当时计划上讲的 现在最可恶的是 假文创办VIP时尚趴 也就是说 有没有在办活动 有在办活动 可是不是文创的活动 议员就指出来 2012年到2014年间 松山文创园区十大展览都是什么 哆啦A梦 迪士尼 其实是很赚钱的 所以就算台北市政府真的买回来 其实台北市政府估 你就要按一般办公大楼的租金去算 其实都是会赚钱 比现在的情况会更好 是 来来我们稍后要播放 今天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董娘 他叫做董淑珍 今年59岁 那这样的人 今天网友说 你们这个台商 要贪钱去中国贪钱 要体检 要看病 用健保就回来台湾 这样的人 到底算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你呛下说 35队联姻 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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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跟中国结婚 35万 如果一家有四口 100万 回来台湾投票 国民党怎么会输呢 是的 国民党应该会赢 对不对 稍后他这一段经典的谈话 完全掩盖了主席会 哇 他的气势 红了 这个蔡玉珍在脸书说 这人很红的 红得比朱立伦 慧健 习七美还要红 到底这个董娘的背景是否 等一下 听听看他今天怎么说 来往电影继续补充来 事实上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我们在讨论的事情 那我们先开框让 观众们要看看 中山大决的气管系 我们先开框让观众 匹庞姐 来 对照董淑珍或者朱立伦 在中国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讲的话 离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好远好远 离开真实好远好远 虽然他们让的一些东西 朱立伦讲的说 同属一个中国 对台湾是有伤害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朱立伦在那边扮演的角色 真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可是回到我刚才讲 我们现在有些新的讯息 但我们都希望 什么时候 共处定来 但我们在讨论事情上 很注意 我看到柯文哲来聊到 富邦文创的时候 他特别讲说 蔡董不是那么 没有良心的人 他跟起来比较 还有一点点良心 大家来谈 为什么谈呢 原始这个文创合约讲的是 要做文创基地 创意实验室 人才培养 创意学院 创意橱窗 然后要做社群联络网站 所以根据那个合约 来看他现在的使用用途 是不符的 不符的时候 我怎么让你符合 而且让你的利润 在合理的范围内 让台北市可以得利 另外一个就是买回 当对方给你show hands 你给我买回去100亿 是 是 这一边的态度是 要买就买回 但是我不马上进到这个程序 大家来谈 我都觉得 不管倪崇华 或者张锦生 或者柯文哲 他们的默契 还没有到互相脱离到 那么程度 而我们刚才谈到的 福州合一住宅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日声声派人出来讲了 对 道歉 终于道歉 对不起以外 目前提出申诉的有253户 日声声说 这样好了 我们跟新北市政府 这时候新北市政府又出现了 我们来合作 找第三方来鉴定 鉴定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还是讲地检署该进去 因为日声发现事情大条 一旦鉴定这个结构 那这个讯息 能不能传给在北京主席会的朱立伦 稍微了解一下 来 小姐应该是要告诉我们 就现在是我们要告诉她 对来我们先听听看 这个为了国民党在选举上 能够无往不利 台商可以说是费尽的心思 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个台商座谈会的这个影片当中 这名女性台商叫董淑珍 在上海这个座谈会当中 她的谈话是什么 怎么样强调 她说现在只需要考虑国共合作 如果再考虑台湾百姓 这些人的声音将会走不出去 她意思就是说2300万 你不用听了 听听看她的声音 我告诉你 如果再走 考虑到台湾百姓这些人的声音 我告诉你 我们走不出来 我们要谈的是 国共合作 谈政治 谈稳定 两岸之间的稳定 而不是只有谈 2300万的人口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儿子也在这里结婚了 有多少队 35万队 我刚刚在上个月拜访国台办 有多少队在这里 砸根35万队的分音 有没有人考虑到 这35万队 如果每个人生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四个人口 再加上他爸爸妈妈 来这里定居 回去台湾投票 100多万人 这种势力 国民党还不会赢吗 国民党还不会赢吗 我想回应他的问题 国民党不会赢吗 真的不会赢 有你这样的态度 国民党会输到透户值 郭政兄 300多万票 你们会赢 你的算数有问题 你是念政治的 不是念财务的 他说父母亲生两个小孩子 才四个人 他连他的父母亲 再加你去六个人 他讲的还没关系 小孩没有投票权 就是可可姐讲的 小孩只要有投票权 20年后 他讲了100多万好了 台湾现在有2300多万 将近2400万 投票权的公民 大概有2000万 你100多万会赢吗 他也没有100万 尤其你讲话的态度 今天又被人家起底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 这个人今天朱主席到上海去 跟台商的干部 做一个座谈 那到底他是台商干部吗 是扎入的台商干部 我都怀疑 我现在看了他的名片里面 没有一个是在上海投资 那怎么会是昨天出席 那个会议呢 第二个东西里面 朱主席昨天是以贵宾 来出席所谓的 两岸金贸文化论坛 参加所谓的台上的一个座谈会 随行的有文传会 有朱主席身边的党的秘书长 包括一些资深的民意 中央的民意代表 难道听到这些话里面 没有人有敏感度 站起来讲一些话吗 讲到重点 对 好问题 昨天没有任何人敢回应 朱立伦有没有本意 没有 你说怎么没有人有本意 朱立伦他报纸台说朱立伦 昨天在第一现场 朱主席如果不方便 因为这里面到底这个董小姐讲话 是讲给朱主席听 还是讲给当场的这些所谓的 台办系统的人听 我都压你 因为看在他的名片里面 我吓了一跳 讲给你们听吧 因为你们要赢啊 一百万成功 他是对朱主席做建言 朱主席应该在第一个时间点 就跟我们讲福州主宅 第一个时间点应该到去 第一个时间点应该反应 而且我要讲一下 他不是没有关系 他是什么 马英九世界后援会的副总会长 副总会长 他是租权有功的 国民党不要说他跟我们没关系 他是国民党 他那时候跟马英九选上总统的 那他到底是 从名片来讲 没有人说他跟没有关系 至少他国民党的89全党代表 总会有关系 所以我现在就质疑说 我们的海外部 在英国 在英国的这些驻外的海工会 过去的干部 如果这个人的名片 是中央统战部海外联理会的理事 他竟然可以当我们 英国的海外党代表 你还不烦到你海外 国民党的海工会的人 他会另外一张名片 也都写中国的 所以刚刚有关系 他到底是共产党的党代表 还是民进党派去掌棋 在国民党卧底之内 民进党 民进党有这么厉害 派去卧底的 我呢 林国正委员这种反应 我觉得我们要掌声鼓励 就是说他的反应 是正常一个 台湾人的民意代表的反应 你知道吗 你看到这一栏 这董苏珍的名片 他的心志在用的名片 我想办法拿到 那这名片里面写的 这边什么 英国的侨委会的委员 那是其实我们台湾的 自由民主联盟 你记不记得老隐旗 现在不是在尼泊尔那个事情 反共 他们是这个联盟的 反共的 然后是反共的 马英九世界会员会副总会长 这也是台湾的 中国国民党十八十九届党代表 这也是台湾的 国民党算台湾的政党 侨教中心的 侨教联合总会 这也是台湾的 可是后半段全部都中共的 不管是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江西政协 政协海外代表 是 三门海外联谊会 民喻会长 中央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理事 也就是 这个国民党 他的国民党成分 我们都不怀疑 他是党代表 他国民党还让他当 侨委会的委员 国民党的成分很纯 可是他就一个人 就好像一个哈哈劲 转过来之后 红色的成分也很纯 统战部政协 那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国民党 你要不要为这样的行为背书 这不是邻国政说的算 朱立伦在现场是 让他说 让他传播 没有反驳 国民党你要不要背书这种言行 第二个 国民党里面该邻国政委员 问他一个好问题 你外面的 以前他们有海工会 你海外党部的这些人 海外运作 然后租席会的这些人 是猪头 你怎么让这个人这样讲话 猪头 我就讲了 你有没有怀疑这些人 国民党的海外工作的人 他的名片的另外一张 跟中共有没有关系 现在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国民党在海外 到底是合而为一 还是合作关系 我要问你一个忠贞的国民党 国民党员 虽然他被开除了 不就问你 国民党员里面 现在是有包容多少共产党 就是overlap 冗共案 因为国共合作 现在是国共合体 冗共案 以前有查证过 前早年的国共合作 是理念性的合作 毛泽东也曾经是国民党的党员 还担任过国民党的党职 那个是在初期的时候 现在就是钞票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国民党很丑陋的 就是像姓董的这样的人 他今天出来讲话 在台北的国民党 现在当主席在这个大陆 那现在相关的人士 没有人讲一番像样的话 林国正他有这个正义发言 那党中央有任何人 有这个不同的看法吗 昨天在现场 没有第一时间反应 就是国民党倒台的第一步了 光这个人的讲话 35万他在现场讲的就不对 就是我们在讲的 35万的户也不过就是 两个人两个人35万对 最多也不过就70万人 70万人的另外的配偶 还不见得有国民身份证 你还必须到台湾来住 住上什么 现在是住7年吧 这个就可以拿到国民身份证 在数字上面就是颠三倒四 他的目的是什么 哎呦我在大陆看到多 太多台商是对国台办的 或者说台办系统的人交心 反正啊我只要这个 帮你讲几句话 到时候就拿点好处 这家伙我听人家说 这个女的根本就是个金融前客 号称她什么14岁开始帮佣啊 这个这个 开始自己奋斗 这个人啊 就不要再回台湾 我跟你讲啊 然后你在全世界的华人世界里面 就是丑陋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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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伦作为朱主席你要在现场要反应啊 小燕这是最新的民调啊 国民党谁出现 选总统本报 网络民调自由时报王金平领先 本来不是去那边 朱席会要拉抬他吗 嗯 起手势吗 难道因为董良讲一个话就把它破掉了吗 不是我觉得这是朱立伦心态的问题 第一个时间点他可以讲 他是怎么算啊 他连你嫁过来或娶的那个人的爸妈 最后都还是会投给国民党 我就说这不是算术的问题 而是心态问题 他把这些外配或是我们的所谓陆配 全部讲成什么 好像在过去讲的第五众队啊 这样来台湾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吗 我觉得朱市长不要讲朱主席 你做一个市长出来讲一下 这在台湾不会发生 台湾人民不是这样想事情 两句话他没办法讲 结果现在大家觉得谁可以选 是王金平可以用 我想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样 所以他还是中华民国国民吗 是不是 这忠诚度也没有问题 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 是的 董娘这样说 马上就让人想到什么 这个张秀业嘛 对不对 在101大楼前面跟爱国同情 拼命在那边 我们讲呛打法轮功还是怎么样 还讲说这个 说柯文哲市长 你这边弄十次都没有用 对不对 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去年不是有中国生产党吗 他在那边还出钱 说要帮年生产党来助选 对 你让人家想到是这些人 好 那实际上 当然我也不相信 就是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 像很多陆配我知道 他来到台湾 他就是喜欢这边的生活 他就不想回到共产党那边去嘛 甚至包括如果在上海那边 可能现在所得比台北那边要高了 他也不太愿意回去啊 所以说实际上 他这个问题不仅是 发言不恰当 他连把这个所有的陆配都把它抹红 那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 是包括了国民党 现在特别是朱立伦 朱立伦 你现在 你是要想认为 自认为要走跟港湾有不一样的路 你到出席会的时候 你讲的是说 我要怎么样 要让这利益平均分配 可是你看 我们看到董娘他这边的很多的资历 刚刚这边已经讲到说 特别后面这几样 后面这几样 要注意 全国台联会 全国的组织 然后江西政协 地方的组织 统战部 全国性的组织 所以这个人 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台商 我可能需要在明面上面 印几个政协的委员 来表示说我在地方做生意 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 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牢牢的堪线在 反独处统的作业里面 换句话说 现在的国民党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是有这样国共在合作 国共合作不仅要拿红利 而且在实际上 搞着很严重的 破坏民主这种状态 这种东西 朱立伦你要不要跟这种人切割 你要不要把你带你的国民党 要跟这样的一个人 要把他划分清楚 结果我们看到没有 没有作为 那这边 我们要想到 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在哪里 是在于说 我还记得 在2012年 马英 那个时候 是马英 刚连任成功的时候 就已经有发现 怎么样 有很多 有一百多个台商 是担任政协委员 当时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讲到说 不能够认官 那时候要求要去查 对不对 在当时入委会 还讲说 这个东西要查 要查 对不对 查到现在 这个都违法吧 对 就过了一年以后 2013年 怎么说 台商任政协委员 特聘特邀 不罚 过了一年以后 这个样子了 那我就发现说怎么样 这些 同时 从国共通刺的这些人 是怎么样进来的 2013年 满有连任之后 让他进来的 而且鼓励的 他才会这个样子 才会今天这么嚣张嘛 所以这个问题 已经不再是说 董良他自己本身 是 他发言是不是恰当而已 而是在于说 这样的发言 他有办法 他现在变得这么嚣张 这么公开 而且甚至在利用朱立伦 他到中国去的时候 还被淫为上兵 然后去 特别安排在那边讲话 难道不是过去这几年 国民党 他在那边特意 笼络 而且容许 给他们大开放兵之门的结果吗 是啊 刚刚Coco姐点到一点 说朱立伦 对这个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 跟态度 等一下 这几位 关键性的国民党员 你们要不要清党 你们的国民党员里头 到底有多少是共产党 这个叶貞带来 她的脸书里 带来这些消息 来对这个董良认识 带我们看一下吧 又是副总会长 马英九的副总会长 对 其实刚刚看到 很多人看到董淑貞 今天真的是爆红 就是从开了这个 光芒完全押过 习近平跟朱立伦 这个座谈会之后 你看她过去很多照片 你会联想到一个人 马大姐 很多人说 她的照片跟马大姐好像 真的有点像 Coco姐像不像 所以就等 跟马大姐有点像 跟马大姐很像 而且马大姐的角色 也是在中国这样子 到处跟这些台商座谈 然后到处去拜访 那她的角色 就是类似像 我们看到的董良的 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董良真的 如果以刚刚我们 朱老师的意思说 是马英九 把她给养大的 那是绝对没有错的 而且马英九 这几年下来 你们怎么都在 又财团又是马好养大 然后连这个台商 有政协统战部的委员身份 也是马总统养大的 因为如果我们讲说 假如是共谍的话 假如说两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叫共谍的话 那董良这样的一个角色 她又是马英九的后援会的副总干事 然后又是国民党的党代表 然后又从中央到地方 担任共产党的党职 这就是党职啊 所以你说她算不算那种 最好的这种共谍角色 所以你看 这是她给在所有 就是说公开的名片上 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们享受了共产党 给予的很多好处 包括你知道 她有一些所谓的海外的 一个侨胞角色 对不对 他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住 很多的 就是包括他们要给海外华侨 很多的住房设备 然后给她很多的一个条件 这都是她扮演一个 共产党的一个海外的 包括政协委员 然后海外的一个 侨界的一个代表 所以她是从中央 然后到台湾这边所有的优惠 她全部掌握了 所以我觉得她如果说 她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到说 前两天我去看国台办 如果不是国台办要她这样讲 在朱立伦来的时候 好好地表现一下 那我们能相信吗 可是朱立伦这次带去的台商 都没有这么杰出的表现 你有沒有发现 她也带了刘大辈 她带了刘大辈 就说在这次整个朱立伦 经贸反问团里头 我们来看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基本上 都还蛮小角色的 就是你看不出 她在台湾的企业界 有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只有一个一直都在挺朱的 联合报系出身的 这个科技人 许金龙 对 她也跟在这个团里面 她是做网路的 那其他的是 包括官方的官贸网路 甚至呢 这个叫什么 友杰机械董作啦 然后呢 电影文化协会的 这些人呢 你感觉上 几乎什么金龙LED的 这个董事长 你看不出这些人 扮演什么角色 可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董娘呢 她有点像卢月香 有点像 这个我们在看这个 爱国同心会的这种角色 好 可是呢 大家我比较联想到的是邓文冲 邓文冲 为什么 我比较联想到说 她呢 她们这种人就是在 国民党每次要大选的时候 就像2004年的 连宋配 还有2008年的 马肖配的时候 这个邓文冲呢 就连续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之后呢 才有机会 让他回来掏空台湾 把幸福人寿 挖了一个几百亿的大库龙之后 你说在2004年 2008年 邓文冲 帮了马总统什么忙吗 当年这个邓文冲 在2004年的时候 是连宋的选举 他号召15万的台商 要专机回台投票 所以他当时就具备 这样一个贡献 所以呢 到了2008年 这个马英九上来之后呢 包括所有他进来 幸福人寿之后 要攻城掠地 所以国共我非常知道 合作的结果都是国民党 而且事实上后来也输掉 共产党要跟你国民党合作吗 他根本就吃定你国民党了 2004年的时候 号称他搞了这个 2008年 搞了15万台商回来 结果吃掉了一个幸福人寿 所有眼睛 张哲想要贪婪的这些台商 都想再趁这个机会 然后就捞好处 一方面跟国民党好 一方面跟共产党好 趁机就捞钱 他管你什么2300万 这一次朱立伦才是最大的输家 碰到一个大董娘也就罢了 你之前在主席会 失分连连 今天大家都讲他是惨败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 别讲国共合作 国民党被撂倒 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开始 是我们亲生的开始 国民党这没被开除的人 想办法革命一下吧 因为你被开除了已经被开除了 我觉得共产党他们老大哥 会不太高兴 现在哪是不够合作 现在是朱立伦去 你看朱立伦 朱立伦放弃 放下了福州和宜宅的受灾户 跑到中国换到什么 台湾以后要九二共识 下成人家国际组织 放下了福州和宜宅的新北市民 换到什么 同属 同属 一中个表都不敢讲 我们从个表都没有了 变成同属一中 放下了福州和宜宅的这些住户 跑到中国换到什么 换到了接习近平的口水说 他叫亚洲命运共同体 他现在讲说两岸命运共同体 你什么都没有换到 你整个是照中共的调子在唱 然后中共的一个 一个玩偶 一个董娘在那边 讲那么难听的话 连反驳至此都没有 朱立伦换到什么 朱立伦回来 换到了福州和宜宅宅 这些市民对他唾弃 所以蓝营的人别指望他了 走以前还想